诸葛亮死后 蜀汉政权其实已如强弩之末 说到这 有些人就说了 蜀汉政权里的下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了 比如姜维就是诸葛亮的接班人 可是连诸葛亮都无法挽救危局 区区姜维又怎能扶大厦于江青 毫无意外 蜀汉复兴无望 而魏国也已经换了主人 司马仕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当权者 公元263年 司马昭雄心壮志想要完成一同 于是派出中会 邓艾等率领大军进攻蜀国 刘禅命将为率军抵抗中会 命诸葛瞻率军抵抗邓艾 可是两线皆败 刘禅见大势已去 接受了乔州投降的建议 于是蜀就此灭亡 刘禅也成为了司马昭的俘虏 但是 刘禅毕竟曾是一国之君 司马昭认为刘这始终是个祸害 于是就想找借口杀死刘禅 刘禅听说之后 立即在门上刻下了三个字 而司马昭见了这三个字 却顿时杀意全无 这三个字究竟是什么 为何能帮助刘禅活命 此事我们还得从刘禅投降说起 刘禅投降 司马昭刘禅 在历史上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 有人认为他有点憨傻 是扶不起的阿豆 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演员 毕竟能在乱世稳坐四十年的国君 这份功力是不少将国之君无法做到的 至少礼遇就没做到 刘禅向司马昭投降 其实也是明智的选择 因为当时蜀汉以无抵抗之力 面对中会 邓爱的强势进攻 蜀国两路大军皆败的一塌糊涂 刘禅不投降 只有死 有人认为 刘禅假如不投降 而历劫战死 或许他在历史中的人设会有所改变 这点无容置疑 但是并不是人人都想当英雄 至少刘禅不想 因为他想活着 活着就有希望 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着 对 是好死不如赖活着 所以 刘禅投降了 司马昭接受了 为了表现出对刘禅的欣赏 司马昭对刘禅发出了邀约 内容为 阿豆哥 我想死你了 干脆你来洛阳 我们见一面 就这样刘禅及一些蜀汉大臣 被迁往洛阳居住 刘禅还被封为了安乐宫 刘禅的勒布斯鼠卧踏之侧 岂容他人酣眠 这是无数君主帝王内心的写照 当然也包括司马昭 司马昭看着刘禅 总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总想着让刘禅露出些马脚 这样自己才能杀了他 至少让自己在舆论上站得助教 这不 当刘禅到了洛阳之后 司马昭就来了一场盛情款待 宴会 无非是吃吃喝喝 看看表演 司马昭和刘禅之间的宴会也是如此 不过司马昭很有心 因为他安排了蜀汉的节目 这样一来 随同刘禅一起到洛阳的一帮蜀国就成 那是哭得一塌糊涂 但是刘禅却高兴地手舞足蹈 司马昭见到刘禅如此 很是恨铁不成钢 但是他手下的大臣却说 如果不是刘禅如此 蜀国又怎么会轻易被灭亡呢 司马昭很是受用 这也让刘禅避过了第一次杀身之祸 不过司马昭还是不放心 这次没有安排表演 而是决定采用更为直接的方式 于是就问刘禅想不想属地 刘禅倒也干脆 直接说 我在这里很快乐 并不思念 这再一次让司马昭很无语 不过刘禅身边的戏正看不下去了 就对刘禅说 下次司马昭再问你的时候 就要痛哭流涕 说自己日夜都在思念属地 果真后来司马昭又问刘禅 结果刘禅就按照戏正教的回答 司马昭感觉很诧异 因为他觉得这是戏正的语气 就询问刘禅是不是戏正教的 结果刘禅却一本正经地说 就是他教的 于是乐不思蜀的刘禅 就成为了历史上的一段笑话 刘禅刻下了三个字 司马昭一次又一次 想找出刘禅把柄 可是刘禅都以傻的方式过关了 这并没有让司马昭 完全放下对刘禅的顾虑 于是司马昭干脆 想来个痛快 那就是直接做了刘禅 结果却被刘禅提前得知了 刘禅很慌 但是为了活命 他在门口刻下了三个字 中山寨 当司马昭的手下把刘禅刻的字 回禀给司马昭时 司马昭顿时杀以全无 此后司马昭再也没有想要杀死刘禅 就这样刘禅安安稳稳地活到了64岁 最终寿终正寝 说到这 不少人就会说了 中山寨 这三个字为何有那么大的魔力 能让司马昭放弃杀心 对于这三个字的解释有两个版本 我们先说第一个 那就是有人认为中山寨三个字 如果反过来读 可以理解为在山中 刘禅用这三个字 是在告诉司马昭 我没有想要光复汉室的决心 我只想在山中过我自己的小日子 您哪 就放一百个心吧 你做你的皇帝 我做我的安乐公 不过这种说法 略有牵强 虽然古人喜欢用暗语 但是刘禅面对杀身之祸 那还有什么心思玩这一套 干脆直接刻隔在山中 不就完了 我们接着说第二个 中山寨 最后一个字其实没有什么意思 关键在于中山二字 我们都知道刘备是中山晋王之后 那么刘禅自然也是 而中山晋王究竟何许人也 根据史记记载 中山晋王名为刘胜 是汉景帝刘弃之子 他为人喜好酒色 但他儿子就有一百多人 而且他并认为诸侯王 本就应当听听音乐 看看歌舞 这样我们也就理解通了 那就是刘禅的梦想 就是成为自己祖辈中山晋王那样的人物 所以才让司马昭彻底放下了对刘禅的杀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